已经削到很短的铅笔 通常大家都会丢掉 不过丹麦有一家铅笔畅商 制作出了一款会发芽的铅笔 当你的铅笔变得太短 或断掉不能写的时候 只要把它种在土里 就会自动发芽 拿出铅笔想写东西 断笔心就只好削削削 铅笔越削越短 短到连拿都有问题 短到不能再短的铅笔 大家可能会选择把它丢掉 但是如果放在土里面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铅笔会发芽的秘密 关键就在铅笔头 铅笔头上的绿色胶囊里 藏着种子 只要碰到湿润的土壤 胶囊就会融化 经过一段时间 原本应该丢掉的铅笔 瞬间有了新生命 宽宝概念结合突破性的 种子创意 让铅笔公司咸鱼翻身 也带来无限商机 另外还有一种 用报纸代替木材所做的铅笔 一顿报纸 大约可省下6.5万立方的木材 回收概念也很吸睛 用创意让消耗产品 更环保更趣味 只是大家在使用种子铅笔时 可要注意手标握太紧 不然写着写着 种子可能就会发芽了 记者正强黄天耀台北报道